记者中志凯台北报导 Kate今报去年11月已与许维恩分手 此事拖到上月才曝光 金吴宗献不爽说 Kate一直装神秘不理人也不回讯息 沈玉玲录影完回忆 1月4日时曾与Kate录纵一晚很大 赵振平也在 当时因每次录影都有把来宾加入成员方便发通告 不料Kate因为情变 居然屡次已读不回 此事拖音于拜年时 群组成员的艺人不断相互传贴图 拜年大家一片喜气洋洋 就只有Kate没回 连贺一行都看不下去 跳出来Q人 但Kate依旧闷不吭声 这时沈玉玲觉得尴尬 只好赶紧暗散冲场面 但希望Kate赶紧走出 赵振平也缓夹 前阵子花莲强阵 Kate的民族也出状况 她身体也不好 免疫系统很差 对此Kate经纪人回应 Kate虽未在群组回应 但其实看到这一行讯息 就致电没有已读不回 沈玉玲 左赵振平 记者中之凯社 记者中之凯社